好 那再介紹一下我們的榮譽會長 小朋友也是非常熟悉的 林七龍 林會長 林會長好 好 那如果三位來賓來 我們再一個跟各位小朋友介紹 那剛好今天還有出選最重要最重要的來賓 就是各位的爸爸媽媽們的小朋友 給予熱烈的掌聲 好 謝謝各位家長的餘味 休息至此 好 我們會長餘味的各位嘉賓 各位家長以及各位小朋友 大家早安 休息至此 哇 叫男配逼得出來 小朋友非常高興的心情 前三天都下雨 小朋友都好開心 看到第四天開始 太陽露出來了 昨天一年都又出大太陽 所有小朋友臉上都露出了笑了 我們是不是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一下 因為各位小朋友的心態 用一個表現 上天都給我們最好的一個貼氣 好 那今年呢 是我們學校第十九週年的 教育運動大會 那一個學校 從開始創校到現在 十九年的成長 都是各位家長的一個肯定 那也謝謝我們今天 台上的各位嘉賓 特別多碰前來 那剛才小朋友 進場優異的表現 我們是不是借各位家長的手 給我們的小朋友一個掌聲 好 謝謝各位家長 好 謝謝各位家長 那我們今年的運動會呢 是卓越競技 國立國安 那我們本身呢 國安國小 從上運動的精神 我們讓每一位小朋友 都能夠有參與運動會的一個活動 所以在排除外人的狀況之下 那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參加歡樂台 每一個人在運動會的時刻 都有參與的一個機會 好 所以在這邊 要謝謝我們所有的老師 那我們國安國小 從探學到現在 還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那在這邊呢 也跟各位家長報告一下 我們的OPPO武道隊獲得 台中式的第一名 好 這裡一下 那這個也要聽見全國賽 那我們的整體呢 也獲得台中式的優等 那合唱比賽呢 也獲得台中式的第二名 那各位呢 也會代表台中式參加全國賽 那我們還有 環保分野創意競賽 也獲得台中式的第一名 分野創意鏡頭王 也獲得台中式的第二名 所以呢 一些團隊式的比賽 小朋友的表現都非常的優異 那也謝謝我們所有老師的指導 那是不是也請各位家長 給我們所有的老師 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 那今天呢 除了競賽之外 在這邊要跟所有的家長 特別再報告一下 我們在新大王那邊 一樓有意外的活動 那我們今年的意外活動 非常的特別 他是一個圓夢的去計畫 我們的六年級 今年是創校園第一次 所以兩天一夜 到外面去做校外教學 那老師呢 很用心 從地點的選擇 就由小朋友 自己來做簡報 自己來做規劃 然後全部六年級來做票選 那票選完畢之後呢 我們招標了 那因為金額比較大 老師也很用心 他期盼呢 小朋友 是透過自己的力量 來慢慢的存錢 完成這樣子的一個 如夢之旅 所以今天 他們在 新大王那邊 有意外活動 那在這邊 也狠狠的邀請各位家長 能夠多多的給予同場 那我們加油 這邊也有 會長 主人提供的手工造意外的活動 那所有的基金也都是來戰術 我們國安國小的一個發展 那國安國小的發展 期盼有全體家長熱情的參與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 除了推投運動之外 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圓夢的計畫 那在今天的運動場上面呢 也有一個班級 特別為了要達成小朋友 參與他對接遇的一個夢想 他們所做的一個活動 所以在這邊 也請慢各位小朋友 還有各位家長 待會 給予這個班級一個熱烈的掌聲 那最後 校長這邊 要祈勉各位小朋友 運動競技呢 我們從上個是堅持到底 堅持到底 比賽一定有輸有贏 但是堅持到底 你就是贏家 所以期盼各位小朋友 全力以赴 那全力以赴之外呢 也請各位小朋友 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們期盼 各位小朋友 能夠有一個很愉快的一個運動會 那在這邊 最後祝福我們所有委會的各位家長 還有台上的各位嘉賓 身體健康和家平安 那我們今天的大會 能夠圓滿成功 好 謝謝 好 來教長這邊 補充介紹一下我們 也是一樣 國安退休的主任 我們退休的老師們 現在有一個退營會 那目前退營會的主席 我們的嘉賓主任 嘉賓主任好 運動員先是 The athletes O 來 不好意思 我們私底這邊 跑得太快了 有一個來賓致 請 來 到這邊呢 我們邀請一下 我們的會長 聽聽這位小朋友 勉勵一下 國安的大校長 各位委會的校長 各位前衛長 以及各位 八分貴賓 各位貴賓家長 各位學校的主任老師 各位小朋友 大家早安 早會長 早 我每一年都來參加 國安國小的校慶 運動比賽 今天是我們國安國小 十九歲的生日 所以我在這裡要先 祝福國安國小生日快樂 那麼在我參加學校的運動大會 十幾年來 我最愛觀賞的 就是我們的 學生小朋友的 運動競技比賽 任何一個運動比賽 都有非常高的可憐性 那早上我看到 各位小朋友 一個一個 精神抖擦 敘事待發 摩拳差的 各個躍躍遇事的樣子 我覺得 我們的國安國小的小朋友 是很有希望 我們的未來 是充滿希望的 在一百多年前 康永維先生 他說過 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強則國強 我要講的最重要的是 方面的這六個字 少年強則國強 這個運動 是我們驗收你的身體體能指標 一個最好的時刻 所以每個小朋友 在平常你的運動裡面 都能夠展現出 你的身體的健康狀態 所以我覺得健康狀態 是我們人生最重要的一環 那麼 在這個運動比賽裡面 我最喜歡看的 我們每年必定要看的就是大隊接力 大隊接力裡面給我們一個啟示 就是說我們參加任何比賽的時候 都要全力以赴 再來就是要堅持到底 再來就是 絕不放棄 全力以赴 堅持到底 跟絕不放棄 這幾個字 如果說 各位小朋友 在你的功課 在你的球學過程 在你的運動比賽的過程 以及在我們將來人生 做人處事的過程裡面 你堅持全力以赴 堅持到底 絕不放棄 那我們的人生 就沒有什麼會不成功的 只要對的事情 我們就要全力以赴 就要堅持到底 就不要放棄 國安國小在這十幾年來 在最近的這四年多以來 在我們賴校長的領導之下 在我們全體主任 全體老師 學生共同努力之下 著然有成 那麼 在我們去年的 去年度 我們的學生代表學校 參加校外的各項競賽 在我們全台中縣市 總共有200多個學校裡面 我們國安國小 得到57項的殊榮 這57項的殊榮 就是說對外參加比賽 得到非常好的佳績 那麼各位今天委會的衛兵家長 都跟我一樣 都一定非常注重教育 那麼教育的意義 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 我想 教育的目的跟意義 就是古人說的 為天地立心 為生命立命 為往聖祭學學 為萬事開太平 那麼這個教育的宗旨跟目的 各位教授 你今天來到學校 你把你的小朋友 送到國安國小來 我們國安國小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過 在去年 在歷年的比賽 對外的比賽 成績回來 都非常的亮眼 非常的亮麗 那麼這樣的成就 這樣的成績 在我相信 就算你一年花個十萬塊 二十萬 在去讀私立的學校 也沒有這麼樣好的成績 所以 在學校的下路推動裡面 我們有很多都需要 家長的協助幫忙 那麼我特別要 來跟各位報告是說 我們今天有一個 一賣手工照的活動 希望各位家長能夠參與 能夠幫忙 能夠來共襄盛舉 來幫忙 我們來推動這個效果 最後 我祝我們的大會 圓滿成功 謝謝各位